中秋大季期后 吕好问吕湘公请赐公香与密格首席的事情被顺势公布了出来 但并未在朝野引起太多的震动 原因有三 一则 朝廷实际重启清苗法 外加国家大季 以及底报上的反首围攻的堂皇大言 此时多少被遮蔽了许多 二则 公香这个职务 也就是所谓平张军国重视 本身脱离都省 不干涉术物 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态的位置 专以安置高德老臣的 能否用事全靠官家本身心意 换言之 吕好问之前担任这个职务 本身就有班子过渡与安抚老臣的政治姿态在里面 而如今他在这个过渡职务上眼瞅着过渡了一整年还多了 都要既往开来转功为首了 却也该离职了 三则 吕好问本人的的确确确快70了 何况他本人素来也不是个喜欢争权夺利的 由此举动 不算出乎意料 何况如果真有了解吕好问家族情态的 恐怕会更加明白 哪怕是从追逐政治声望的私心角度来说 吕好问都该追求一个干干净净的退休 而不是继续弄什么拳 为什么 原因说来让人叹服 大宋从开国到现在 隆功六个平章军国重视 依次分别是吕一简 文艳博 吕公柱 蔡金 李刚 吕好问 其中 三个姓吕的根本是一家 吕公柱是吕好问亲爷爷 吕一简是吕好问亲爷爷的亲爹 且不说蔡金的可耻下场 也不说李刚与金上的微妙关系 就说吕家从吕一简叔叔吕蒙正经未载之开始 前后百余年 等到了吕好问这辈 眼瞅着是真要君子之责武士而斩的 实际上吕好问经历靖康之便确实心灰意冷 当日已经让儿子吕本忠去广西买宅子 准备拒绝朝廷所有官爵 往那边一死了之的 可谁能想到明道宫中一次落井 愣是逼出了武士三宫外加三代宫乡呢 比照着吕肖咒被骂的狗血喷头 吕好问哪怕只是为了刷个家族成就 也该早早抽身的 不过这里必须要强调一点 可能外人看来 赵九正是因为这个吕诗家传的缘故 才给了吕好问平章军国重视的职务 但实际上 赵关家并没有那么学识渊博 他是因为蔡金的平章军国重视 才给了李刚平章军国重视 又因为李刚的平章军国重视 才给了吕好问这个平章军国重视 本质上 是为了朝局平稳过渡 哪里能想到什么这里面会牵扯吕好问的家族成就点数 当然了 这么长时间了 赵九也不可能一直这么糊涂 尽管一开始不清楚 现在也该一点就透了 祭典结束后 他回到东京 原本是想给自己这位正经相公一个好封号的 但一查点击就醒悟了过来 感情吕好问的封号爵位啥的 全都准备好了 根本都没法变 因为人家祖祖辈辈都是一样的封号和爵位 举例而言 之前赵关家一直疑惑为啥吕本忠那个浪荡样子 居然在学术界也有什么小东来先生的称号 此时对着书本一看才知道 原来吕家是祖传的东来郡侯 只要吕家的当家人穿了紫袍子 那就是预定了一个东来郡侯的结果 而一旦做到了载职 预定了退休的公爵 那就是申国公 祖传的申国公 甚至连办退休状态 那也有祖传的平章军国重视 当然了 以吕好问的功劳和眼下这个特殊时期的状态 那肯定是要加码的 于是乎 很快便有指引下来 以吕好问府顶志功高 克风身亡 加太失贤 领功阁首席如故 这个活着封王的待遇 必须紧横的丹阳郡王要明显高一筹 当然了 毕竟是退休待遇 却未必就比韩世中的延安郡王 加少宝家三镇节度使要强些 但无论如何 看到这个结果以后 上下都只能说 眼下这位官家在人世上缺席大方 在职的给权给食 离职的给民给位 最起码不会被人嘲讽像相王那般 或者观音不舍的给人 转回眼前 写说 8月15连继三日之后 再隔两日便是8月念一大潮 而从这日清晨起便开始秋雨淋漓 寒气烧起了 这一日 上赵官家自然没有再去武学靶场练剑 大潮会却也是波澜不惊 有宰职们背书 有密格大员们提前的认可 国债娇子新轻苗法的一揽子财政方案正式通过 不过 朝会之后 赵官家却也没有转回后宫楼的小闺女 而是依旧回无名石亭中烧作 进行了例行的丧鱼活动 这倒不是这位官家在刻意装什么勤苦姿态 而是说所谓丧鱼活动在于堂桑林成型后早 已经演变成了一些别的事物的指代 比如说 杨怡中会在这里进行每月一次的例行情报报告 刘燕会在这里集中送上 昨日到来却无加急标志的军中秘哲 而内市省大压班兰归会与执勤的玉堂学士们 整理出来一些兜手 朝政简报 最后 如果第二日是正经的抵报日子 赵官家还会在这里阅读第二日的抵报大样 朝政大局 军国大事 京城物价 海内舆论 军中人士与流言 基本上都要听一听的 只不过今日大朝会 不免稍作耽搁 所以晚了一些而已 犀利的雨声之中 换上了厚实衣服的赵九忽然打断了杨怡中的回报 并促为以对 这西夏使者是这么理解的 他把什么都当成了大战先兆 吕湘公请辞是正想摆脱老臣开战 封王是正想后绝一封七口 重开青苗袋 发娇子 卖国债事不顾名声 拼令捞钱准备一搏 刚刚过去的中秋大忌 以及底报上的纪文与点评 也是在临战鼓动人心了 杨怡中干脆一对 是 那阵今日没去射箭 是不是也在养精蓄锐 准备与完颜雾竹隔着黄河对射 赵九按下了吐槽的欲望 傅又问起了另外一事 黄承司是怎么直接弄到这个高手 一给李乾顺的奏述的 居然这般精确 杨怡中对答清楚 回禀关家 此人奏书只是自己疼血 还专门有个为他物色文采的代笔文书 却是个靖康之乱中 逃到西夏避免的关系如生 被我们轻易收买了过来 赵九追问不及 这等纪律汇报 为何不自己写 好让关家知道 李乾顺喜欢附庸风雅 除部分武将外 臣子尚书都是要讲文采的 而高手一所出高氏 正是西夏如晨中的名门 他堂兄高手中 是总领西夏博学养贤物的大臣 为李乾顺树立汉学为国学的推手 不此 高手一虽然是个崖内出身 文学上基本无能 却不敢没有文采的 赵九连连汉手 继而感慨起来 朕明白了 如此说来 也不怪这个高手一漏了破绽 蓝大官 把这事抄录个条子 给几位宰职 还有吕公像家里各自第一份 告诉他们 连西夏人都这么讲究 大宋也不能落后的 宰职家的子弟便是无能 也不能不懂渊学的 旁边随时的蓝龟正了一正 徐九方才绕过弯来 然后赶紧阴生去做 却是打起伞来去一侧工坊内 寻当值内置去写条子了 蓝龟走后 赵九继续追问 还有呢 还有就是 高手一在信中一在 延集大宋御营兵马之强盛 延安郡王与岳都同等率臣能征善战 官家战役不减 然后又以西夏之前 在阴山被完颜楼市覆灭了三万精锐为由 说如今西夏实在是无力掺和两大国之势 而两大国又仇恨难消 劝夏主李前顺妥善处置边界事宜 勿要引来两国大军窥视 赵九心中微动 继而政策向寻 朕怎么觉得这高手一是在下护李前顺呢 杨仪中微微一正 而赵九却越想越对头 你想想 这高手一也是年纪不小了 再怎么崖内做派与如臣出身 可身为西夏大臣又怎么可能没有军事常识 朕要真出兵 兵马粮草调度叙事蛮不过人的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朕没有即刻开战的念头 杨仪中也微微汉手认可 这倒也是赵九坐在亭中龙手吃笑不及 所以若朕所料不差 这四本至上是反其道而行之 将宋经都夸大到一定份上 不让李前顺重新恢复野战军 之前不是说眼下西夏两大派 汉派尚文 藩派从武吗 高手一致身份 怎么看怎么是汉派中间吧 天下乌鸦一般黑 李前顺既然从了如晨 行了汉血 就活该受此辈反噬 杨仪中沉默不语 赵九继续分析道 西夏使劫此番重来 当然是因为年海生死 一时疑虑北方 但本质上 还是摇山之战 咱们证明了自己能与金军相匹敌 而西夏也不可能因为 金国内部生乱就与金人真的反目 只怕李前顺以后 又会跟以往应付契丹羽大宋一般 手术两端 左右逢源 杨仪中还是不说话 因为他心里知道 这种言语 本质上是赵关家在自言自语多一些 赵九想了一下 正色已对 这样好了 正帮一下这个西夏使者 若是真能下到李前顺 不说别的 能重新开了恒山兜岭 补一补翻棋也是好的 杨仪中这才出言 敢问关家 要怎么下 赵九想了想 一面望向雨中 一面认真一对 真要写个条子给李前顺 去催一催蓝大关 让咱们的三兆学士来此处写字 杨仪中自然不敢怠慢 即刻去攻防内巡蓝龟羽当直的汉林学士 而片刻后 他便带着蓝龟羽范宗颖匆折返 后者在吕好问正式退休后正式敬畏内置 成为了俗称内置的汉林学士 正是从三兆社人进化成了三兆学士 今日乃是第一次以学士身份当职 而既然第一次当了学士 又是第一日执勤 所以虽然天寒雨离 范宗颖却还是质得意满 一心要写些正经文书的 只是未曾想上来第一件工作 居然是要给宰职们写那种莫名其妙的私人条子 自然又有些气馁 而此时 闻的是官家要写信给西夏国主 这位新上任的玉堂学士 自然又有些且精且吸起来 却是连自己的玉面被雨水打湿都不顾了 直接到庭内上前拱手 诚恳以对 官家是要借私信夸耀兵威吗 却不知要何等格式 多少字数 如何称呼夏主 陈吉克当面写来 赵九端坐在庭中 揣着手正色以对 不 不是信 只是个条子 不用称呼 随便写两句就行 条子里只说两件事 其一当日摇山战前 宇文向宫遣使者去见他 他居然装聋作哑 朕很不开心 其二 朕听说他仰慕汉学 还写过歌赋 就去专门看了他那篇什么灵芝歌赋 却只是个稀巴烂的文采 须知 朕做手轻欲案都不敢刻碑的 他竟然把自己的灵芝歌课到了石头上 简直是有辱斯文 让他接到条子后即刻将石刻毁掉 否则朕就要在底报上公开嘲讽他的文学水平了 让天下人都知道他李乾顺是个木猴儿冠之辈 揣着手的赵九抬头催促 听懂了没有 范宗颖无奈 只能再度汗手 是 陈这就写 赵九想了一想继续道 就这般写 写完了朕来画鸭即可 然后再送他一本史记 就说朕怕他找不到木猴儿冠的处处 范宗颖颜言又止 到底是拱手听语